王力宏飞闻如云 机场恼羞挡劲 今天鬼话连篇全是重量级 中国钢琴天王李云迪 台湾天后张慧妹 以及另外一位天后 不论 另外一位天王王力宏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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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么像背后的林一样躲在吧台 哎呦 而是利宏的右手 就像扣着摇摇的云迪的你的左手 引发两岸相名激烈的讨论啊 这使得红迪强大的裁琴 普出的坚定友情不但更受注目 而且八卦juicy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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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踏着月色而来 桌上以王府为中站的花轿而去 12个小时过后 有一辆小黄空车被换进了王府 再上了林小云 跟着王丽红的黑头座驾一起离去 且看小黄把长腿妹妹送回了家 没换衣服倒是多了敷墨镜 辣妹淋雨倍感凄凉啊 随后她在微博上传美甲照 并且我最喜欢的红 好漂亮真的是丽红呐 至于大家最喜欢的红呢 她跑去工作了 直到天黑才下工 丽红 林小云怎么会去你家 你们是一起过夜吗 诶 也许是因为熬了夜 长了痘痘的力红不予回应 她今早打扮了一身爷爷乐客 启程去上海 她的助理在机场互主行前 但切入点很怪 急于亮出她的中华民国护照响 苹果约的新闻奇怪 你不懂